藉由创作,艺术家何惠百也要呈现内心生活的世界 画家何惠百藉由测验难免的画作 展现都市生活繁忙,造成失眠的状态 这件作品我把它称为测验难免 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都会里面 我们常常很多人都是因为任了一个杂志来会发生 没办法睡眠,失眠的状态 我用这种表现强热的颜色来表现 就是表现一个夜,晚上 在城市,我把所有城市建筑都是有亮的 好像是窗户都是亮的 右上角有一个月亮圆形的月亮 在这个大圆形当中,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大脑 人的大脑 那因为我们有,如果说去医院有做过一些检查 脑坡的,他的图示所显示出来 就是这样跳动,一直跳的 所以我用了这一个 这些线条,这些点 在到处跳动 在城市里面,在任何地方都跳动 尤其脑部啊,那边整个在跳动 我想说,因为我们失眠的时候 我们脑袋里会想,一直在想东西 乱七八糟,没有次序 没有任何的一个头绪 所以到处乱创 有这种现象 大脑意识的脑波不断跳动 暗指人们思索的复杂 没有次序的念头 展现都市人的内在思绪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高雄采访报道